熟練拿起鑰匠的本土汽水 過去幾個月 這名巴勒斯坦人改變了習慣 不喝西方可樂的 還有埃及這位消費者 聚買美國貨已成中東日常 因為不滿美國在加薩衝突中力挺以色列 埃及 約旦等國民眾發起抵制運動 結果就是西方飲料罰人問津 不只可口可樂在中東銷量大減 競爭對手百事可樂業績也停滯 數字則顯示西方飲料今年上半年 在中東的銷售額下降百分之七 倒是本土品牌銷量增加了 埃及一間可樂公司銷量 已超越可口可樂和百事可樂 銷售梯鐵板可口可樂低調回應 不攝入加薩衝突 百事可樂則強調影響會漸漸消失 當人們換掉了 當人們換掉了 後來這次是 百事可樂公司銷量 部分中東業者則認為 抵制效果將是長期的 即使加薩衝突落幕 西方品牌要搶回中東市場 恐怕也不容易 華視新聞綜合報導 哈囉 大家好 我是林一文 想要搶先掌握最及時的新聞資訊嗎 趕快訂閱按讚開啟小鈴鐺 鎖定華視新聞的YouTube頻道